纪念伟大的拿摩释迦摩尼佛 将佛法传入世间 指引众生解脱之道 二、佛陀一生圆满的红化世纪 佛陀在菩提树下开悟正觉后 最终决定一生红法度众 选自《白话佛法》视频开示 纪念释迦摩尼佛出家日 师父就跟你们讲 接下来师父想跟你们讲 佛陀在正觉以后 就是觉悟之后 他想起 我已经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我应该去救度众生 这是大事的因缘 佛陀想救度众生 他自己想 但我证悟的真理 和世界上的人 错觉所见的相违背的 不一样 这个世人所沉迷的快乐 佛陀说 我了知是苦的根源 但是世人 所求取的五欲六成 这种欲望 吃喝完了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什么都满足 佛陀说 我了知是不实在的 那是不实在 因为没有一个 你得到的东西是永久的 佛陀说 我所证悟的真如实相 佛陀明白的 这个世界的真如实相 是世间的真理了 是世间真理 但人呢 却不能相信 人们不相信啊 佛陀跟大家讲 哎呀 这个世界是空的啊 他说 啊 我房子是假的吗 不是空的 是真的 他们不能了悟这个实相 佛陀告诉 人都会变化 无常都会随着 我们的时间 很快的就到来 但是啊 没有啊 很好啊 就是这样 所以佛陀说 我所正知正觉 与世人的偏邪私欲 都是相为的 就是跟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法师能够舍下 自己的一切私欲 能够成就 而我们人就不容易 舍下自己的明文立养 我们人天天想要很多东西 所以佛陀说 我所正知正觉的 与世人的偏邪私欲 都是相为的 不一样的 一切众生 都是沉沦在贪嗔邪贱的 声援当中 就是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天的吃喝玩乐 沉迷在这个里边 实际上就是浪费时间 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实在的 他很快就会离你而去 佛陀心想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了解 这圣生的 微妙的解脱真理呢 有很多的经文当中 写到这里 后面一句就不写了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后面 佛陀还有一句话 我还是涅槃吧 佛陀就是说 看到这个世界上 没办法救我 这么可怜的人了 都不一样的了 你这么想 他那么想 他那么想 你这么想 你认为的幸福 他认为的痛苦 人所认为的幸福 佛陀知道 这都是无常给我们 带来的痛苦啊 所以佛陀说 我还是涅槃吧 实际上 佛陀不是逃脱 佛陀是 我还是自己能够明白 这些道理 我就涅槃 这时候呢 出现了大凡天神 很高的一个天神 向佛陀敬礼祈求 所以现在人家说敬礼 实际上敬礼就是 过去说大的神啊 大的那个仙啊 跟菩萨拉尊敬的行礼 叫敬礼 那个大凡天神啊 就向佛陀敬礼祈求说 佛陀 佛陀 若无佛陀的真理之光 世间将永远黑暗 若无佛陀的法语甘露 众生将无法解脱 请求佛陀 请求佛陀本择旧事的大愿 传播法音 让迷途的众生 早日回头登上决案 哎呀 佛陀一听啊 欢喜的接受天神的劝情 打消了涅槃的意念 而以一生的光阴 度化着我们有缘的众生 佛陀为何带领僧团 托波起时 选自2020年8月21日 悬疑问答 我就想问说 以前出家人托波起时 称为画源 他想问一下 这个画源是指说 将佛源化开化到众生里 让众生可以结下佛源的意思吗 画源实际上就是 跟大家一起把这个缘分 你我都有 把这个缘分画 能够普画 就像人家文化一样 你听得懂吗 你比方说 佛陀为什么让我们 屠波起时 因为过去在僧堂里面 有很多皇亲贵族 你说你叫他拿个碗 到人家敲门去 问人家要饭 你说他放得下这个脸面吗 对不对 就是你是不是放下了 你不放下的人 你这种人功告我吗 你怎么修成菩萨 同样一敲门 给人家 平民百姓一个 做功德的机会吧 你这个不失心有吗 你有慈悲心吗 你没有慈悲心的话 你这个人怎么学佛啊 所以他双重必死 听得懂了吗 明白 好 感谢师傅 所以佛陀一生为众生说法 随缘度化 他不选择对象 不分贵贱 到处去 菩萨干露 法语 走到哪里 慈悲到哪里 滋润的众生 枯干的心田 在这里 佛陀一生除了讲解 华严经 阿含经 方等经 这个佛陀讲解 华严经是二十一天 阿含经是讲了十二年 方等经呢 讲了十八年 般若经呢 讲了二十二年 法华经 涅槃经 共八年 这都是大法会上 来宣讲的 那么佛陀的 私下的 对众生的教诲 和对弟子的 无数次的感化 教诲他们 那是多得不得了 我相信 你们都知道 为愚钝的 中立盘陀切 说福尘除够 这个故事 你们都听过 对不对呀 为单份的 就是挑大份的 尼提 开示 佛教 法平等 四性 皆可得救 允许尼提出家 为刻苦修行的 文二百亿指示 修行 犹如弹琴 使他安心 修道 佛陀还为 条马斯 还为 央觉 摩罗 开导 迷津 还为 鬼子母 说 爱子法 还有 还有 阿舍 世王的 大臣 与世说 七步 退法 很多很多 还为 虚达 长者的 儿媳 说 夫妇 知道 佛陀的 教士 犹如 苦海中的 法船 接引众生 从生死的彼岸 到达 涅槃的彼岸 以见 佛陀的 慈悲 面对 诽谤 侮辱 与 坎坷 艰辛 佛陀 心静如水 如如不动 选自 2018年 5月20日 新加坡 世界佛友 见面会 般若 智慧 懂 感恩 功德圆满 度众生 佛陀 当年 带着彼丘们 四处 红发 脱钵 七十 有一天 彼丘们来到了 一个村庄 脱钵 七十 没想到 这个村中的人们 对他们 百般的 污辱 说他们 各个年纪 轻轻 就出来 套饭 根本不懂 对社会的 造福 更有人 讽刺 他们说 这有什么 人家不干活 不照样 有吃 有喝 还有的人 干脆让他们 赶快 离开村庄 以后再也 不要来了 村民们 不断地 继续 污辱着 前来 弃食的 比丘们 比丘们 无法忍耐 这样的 污辱 随头丧气的 离开村庄 回到了 佛陀的身边 佛陀看到他们 手中的空箔 问道 村民们 不愿意 布施 给你们的食物 是吗 一位比丘说 佛陀 是的 我们能否 到别的地方 去 这个 气食啊 佛陀说 当然可以 可让你到别的地方 去 气食的理由 也会跟你 在现在 到每一家 每一户 气食的理由 那是一样的呀 这是另外一位 比丘告诉佛陀说 佛陀啊 你有所不知啊 那里的人 总是在 辱骂 嘲笑 污辱我们 佛陀问道 所以 那你就生气了 如果他们用鲜花 来迎接你 你就会 满心欢喜 是吗 比丘们听后 沉默不语 这是佛陀 继续 慈悲地说道 你们 要将 内心的平静 不要交给别人 外在的环境 能动摇你们 也能愉悦你们 这时候 心有抱怨的 比丘们 顿时 因为佛陀的教诲 而醒悟 他们对佛陀说 佛陀啊 我们错了 如果外界 能让我们心中 产生痛苦和愤怒 就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 领会 您的教诲 外在的环境 发生 都是一种缘分 如果你的心 随着外在的环境 而变化 产生 喜怒哀乐 你的心 已经被外界 所控制了 佛陀 接着又说 如果你们 怀有 称恨心 那你们 离正物 真相 还相距 甚远 我希望 你们 记住 一件事 人们 从来 不会轻易 接受新的事物 你们是在打破 他们先前的信仰 他们必然 不会生起爱意 起初 他们嘲笑你们 然后 他们在 驱赶你们 而后 躲避你们 无视你们 但 你们坚持 他会逐渐的 接受你们 你们必须 经历这些转变 保持谦虚 和安忍 听了佛陀的开示 比丘们 心生欢喜 跪在佛陀面前 何时礼拜 希望大家要懂得 在这个世界上 色身和 沉静 都是因为 你的妄念而起 你今天不开心 那是因为 你的心 在不开心 外境 对你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外境 再使你不开心 你照样 可以使自己 很开心 外境 再开心 你也可以 使自己 不开心 就像很多人 别人 在开心的时候 他板着个脸 他还是不开心 难道这开心 和不开心 是别人影响你的吗 记住了 那是 辱自己呀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